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没有关系 安琪她今天早上来过了 没有啊 那这些洗字谁贴的 是她交代的 说只要看到这的地方 统统都要贴上 我这里还有很多刚剪好的 对对对 我们一个地方都不敢漏掉 就连洗手间的马桶上都贴上了 你们既然那么听她的话 那为什么每一个人脑门上不贴一个 那不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吗 简直把我办公室当成冻房了 奇妙 经理经理 不认识 不认识 千万不认识 你要失了安琪小姐会骂我吗 说我没有把她吩咐的事情办好啊 她会生气的 你怕她生气 你就不怕我生气 你没有经过我的运气 就擅自跑了我办公室来搞这些东西 谁跟你这么大胆子 安琪小姐 安琪小姐 我听都听完了 你以为你拿她当挡箭牌 就什么事就好办了是不是 你以为她谁啊 在公室里面谁说的话算数啊 安琪小姐 你不想干了你 你刚才在说什么事情这么生气啊 没有 经理是在骂我 她说我没有把您吩咐的事情办好 她说您虽然不在公司上班呢 可是这个公司还是您的 她说的话跟您说的话都要一样的算数 是这样子的吗 是是是 家卫 何必为一点小的事情就发脾气呢 小陈很认真 事情办得很不错 谢谢安琪小姐夸奖 这都还不是为了您嘛 也都是为了公司啊 小陈啊 怎么我从来都没发觉 你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好 谢谢经理夸奖 如果你觉得小陈不错的话 就升他当主任好了 我看升他当经理就好了 也可以啊 把这个破公司给他 反正我爸爸有那么多的事业 他需要你帮忙的 两位不要开玩笑啊 不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真的 我觉得 还可以再往上升一点 再升啊 再升升到哪里去啊 升他当你的哈巴狗啊 当你的富夸使者 当你的情人 丈夫 高级奴隶 干壁虫 马屁心 随便你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讲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我终于可以换手结班了 我终于找到一个 可以做这些出席的人了 哎小陈 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经理 谢谢经理 你终于可以结我的班了 哎呀恭喜 这都是为了公司 少在那种嘻嘻哈的打马虎也 牛家威 你跟我把话说清楚 你刚才说的什么高级牛腻 啊 什么马屁筋 你怎么跟他披童的 哎 哎 经理的意思是说啊 你给我滚出去 你是谁呀 在那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你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啊 是是是 牛家威 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觉得 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 你说的是经理吗 我问你的是你刚才说的什么情人 丈夫 那有什么不同呢 那有什么不同呢 就在你来说这两天工作 其实都是一回事嘛 对不对 你要的不过是一个 跟高级奴隶一样的情人 跟丈夫嘛 这个经理 就是你给他的代价 跟赏赐 对不对 任何一个人 他只要能够做好 跟辟从马帝金的事情 他就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当经理 不需要任何的才华 不需要任何的能力 不需要任何的努力 他只要做好一件事 只要做好一件事 就是在你的脚的跟前 做好吹拍哄骗 他就能够得到一切 他能够得到金钱 能够得到事业 能够得到权利 得到一切 他就能够变成别人眼中 又羡慕又嫉妒的青年才俊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子的 家威 你在胡说些什么嘛 我一大大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要去试礼服 我要去看喜帖印行的没有 我还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家威 我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 你陪我去把这些事情办一办 然后呢 我们中午去马可过来吃饭 下午的时候你陪我去 刚才你还跟我讲 不要打马虎眼 怎么现在就变成 你不肯变成现实了 你要我面对什么现实嘛 我都已经跟你快要结婚了 家威 如果你觉得 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告诉我 我试着去改一改 好不好 这不像你说的话 安琪 你真的会那么快就改变自己的个性吗 我很意外哦 牛家威 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我告诉你哦 你不要得寸进尺哦 我的耐心很差哦 这句话我相信 这句话比较像你说的话 安琪 其实我的耐心也很差 而且很不会伺候人 我之所以每次在你面前 表现得那么卑微 那么顺从 那是因为我觉得 你让我觉得 有利可图 牛家威名 这不是秘密啊 这是你每一次自己 跟我公开交换的 对不对 你明白地告诉我 只要我对你好 你老爸那雄厚的财力 就是我的靠身 对不对 我这个人带伤严伤 我没有办法拒绝 那么大的诱惑 对不对 而且我不承认那是骗子 绝对不是 可是 如果是我今天跟你结婚的话 那我就真的是 不择不扣的大骗子 婚姻不是交换的条件 婚姻必须要有感情 要有爱 要有真正的爱 我有爱啊 我爱你啊 要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老是要缠着你呢 我可以把这些好处都给别人呢 我既然给你的话 就表示我爱你嘛 家威 即使我不爱你 也无所谓 是不是 以后你每天要跟一个 不爱你的人见面 生活在一起 你不怕痛苦吗 牛家威 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爱我 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爱我 到这个时候你敢跟我说你不爱我 以前我不敢说 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说 安静 我很抱歉 我不能够跟你结婚 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个都是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你爸妈亲口大意的话 这是一个错误 你当我爸的面点着头 这是错误 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错误 牛家威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如果你不想活的话 我们一起去死 我们现在就去死啊 走了 安琪 安琪 你这样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我之所以愿意那么坦白的 跟你把话说清楚 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你好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用这些话来哄我 不是好你 我不是好你 这是实话 这是我所有对你说的话 你们最诚实的一句 安琪 或许你别的事情 你用任性还可以玩不好 可是唯独只有婚姻跟感情的事情 你不能够任性 你必须要理智 你凭什么说我任性 你不想去我 你就说我任性啊 我喜欢你 我爱你就是我任性 这样就错了吗 刘家威 你忘了我对你那么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从小到大 从他没有对别人那么好过 只有对你了 你知不知道 嗯 我不知道我这么一个立立心心 满口谎言 唯利是图的人 有什么值得你喜欢 有什么值得你爱的吗 这是我的事 不怪你的事吗 那这不是任性是什么呢 坦白说好了 好吧 你不想去我 想去你 看起来 你不想去我 想去我 我能够抵达你 看起来 我现在 你不想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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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 我会想去我 我只是想问你 为什么你要跟你爸妈开口提我们的婚事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吗 老实说 我是为了要起姚姨 在她去香港之前,我们之间有点摩擦 我原来以为我这样说了 会引起她在意 其实我也很幼稚,安琪,我比你高明不早拿去 话就这样说出来 你真是认为我,陈安琪那么好欺负 姚依依 好,我输她可以的吧 我输她我输得起 可是牛家威,你输不起 你绝对输不起的 你再看好了 一等就看好了 他 我 我 说不及 你只是没有本钱吗 没有本钱关谁呢 好在没把自己也压进去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我是有人不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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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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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公司的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您又在吻一声 您有声,我他这个话 第一个话,您会给您了 一声呀,您会让您收拾好 您会让您收拾好 您会要支持您的 您非常接近 您好,您好,您好 你 幽魂不在 谁呀 来了 来了 谁 前面这里是牛公馆吗 这里姓牛 你要找哪一只牛 那哪一只牛 我是 找老的对不对 我一看就知道了 牛爸有人找牛 小姐 我不是找什么牛爸了 我是 找牛妈的 找牛妈的都是找他做美的 做美 你要找他做美 什么 就是我的名片 哦 是他介绍你来附近做美的 董事长 大客户呢 你等一下 牛妈 牛妈 有一个董事长去找一个人来给你做美 牛妈 谁要给我做美 谁要给我做美 哎呀 谁敢给你做美啊 你要搞清楚你现在是有老公的人了 你应该说谁让你做美 哎 你不要老是在那个鸡蛋里挑骨头好不好 吉他 不要老是 牛妈 我 可以老是 老是 老是 你小老公 我 跟你做 你一样 哦 你要找家威啊,請問你是... 我是陳安琪的父親 哦,安琪的爸爸喔 思裡思裡,請進,請進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是安琪的媽媽啦 我是家威的媽媽啦 請坐,請坐,牛大,趕快爆炸,爆炸 你牛爸去還是我去啊 你說的多小便啊,當著客人 不要喊我牛大,多難聽啊 啊,畢姓牛,牛年生,是家威的父子 我看家威有麻煩啊 冰來降,水來補兼 你不要把氣氛弄得太緊張了,不好 可能將來要做親家咧 你不要喊你真氣吧 請用茶,請用茶 請用茶 唉,我又忘了帶鑰匙 你又忘了帶鑰匙 你又忘了帶鑰匙 我沒有啊 啊,對不起 找我有事嗎 沒事 有,有,有,有事 不是找你 牛兒哥回來沒有,我找他 不是我找他 是 是安琪的爸爸找他 安琪爸爸來了 嗯 在哪裡啊 樓下 人在樓下 嗯 我去看看 啊 你會有事 你無事 我放下 你會有事 我放下 叫你 哇 這 是 沒事 說 你怎麼會あ 給你 小 injust 我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到處 來 啊 您有什麼話就儘管直說吧 坦白說呀 我陳某人這一輩子 只有別人求我 我是從來不想別人開口的 今天之所以到府上來拜訪 就是為了我的寶貝女兒 她喜歡你們家裡的家衛 喜歡的戀命都可以不要 而偏偏我這個做父親的 我什麼都有 我什麼都可以不要 可是我就是不肯讓我這個女兒 她能夠一絲一毫的受到傷害我都不肯 她要汽車要洋房 我都可以買給她 只要是這個世界上有的東西 我就能做到 現在她喜歡你們家衛 她要要家衛 我也不能例外 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 做人的哲學很簡單 我就是 金錢萬能 你不要認為我這個話說得很俗 你要是沒有錢的話 你想清高就清高不起來 你要有錢 你要有錢呢 你穿件破架 可人家說你是啞皮 你要是穿條破牛仔褲 人家說你是很性格 反正你不管怎麼樣 你都是很自在 而且我 就特別相信一件事情 人哪 人哪 沒有不愛錢的 就像你們兩位一樣 從接到我這張 一千萬塊錢的支票以後 你的手 你的手就根本沒有離開過 不要這樣 不必這樣 我就是希望你能夠把這張支票收下來 關於令郎給我女兒這個婚事 我們就這麼樣決定了 這個一千萬塊錢的支票 給你們兩個做養老金 關於家威呢 他在事業方面 你們放心好了 我會大力地提拔他 他的前途是出賣了光明 出賣了希望 我這樣說 這意思你們夠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你們的意思是 我們不賣 我們生兒子 不是拿來賣錢的 對 就好像你生女兒一樣 人家出高的價錢 你會把你女兒賣掉嗎 還有啊 我的這個兒子 我把他培養到醫學院畢業 現在是大醫院的婦產科醫生 婆婆你好 你出家多少 媽媽 我回來了 不客氣 小夫妻的大 還有我這個兒子 你看 我把他生得既陰勁又瀟灑 而且現在快要成為世界級 一流的服裝設計師了 太早了 婆婆 你出家多少 媽媽 我老是告訴你 今天啊 你想要買我的兒子 不可能 我半個也不會賣給你 用所有的財產給我來買 我也不會賣 你啊 你以為金錢萬能 我今天就叫你知道 金錢也要不能的說 你說得對 滾 我今天就要告訴你 今天不要說是我的家威 他不肯娶你的女兒 就是他願意 我還不答應 我們家是希望我的兒子 娶一個媳婦回來抱孫子的 不是說要賣掉一個兒子 去給人家做媳婦 然後娶一個主奶奶進門 我來伺候他 你的那個女兒 那個脾氣實在太壞 個性又壞 然後又不講理 今天不要講說我的兒子 你把他嫁給兩百塊 兩百塊還說我要考慮 親人 親人太真的 親人太 invested 親人太深了 你們 我 送到我那個寶貝女兒 你居然這樣拒絕我 你 我告訴你們 你們 你們都一定會後悔的 帶您去哪裡走 當然 當然 我會 wander 父母 是我直言 知道您會後悔 這個安琪我也認識 她本來應該是一個人見 人愛 你是觀察你 玩我 你都可以索托 多恨你 所以 Temple 是 部 know 就ando 我 你是 來 就是 我 我跟他們說了半天,全都是廢話 劉嘉貝,現在就要看你的態度了 你現在,我問你,你給我女兒,你們兩個人,你到底怎麼樣? 你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你腦筋可要用好 你要好好的考慮考慮你的處境 你不然的話,你就會後悔了 你看,伯父,你又威脅他了,又威脅他了 你才說完呢,這是... 伯父 我和安琪,你就可以說完 你不讓安琪,你不讓安琪嫁給他 你不是可以更放心嗎? 我不是那個人,很抱歉 所以,我不能和安琪結婚 如果這句話跟我以前所說的有相違背的地方 那是因為我以前的想法跟你一樣 以為金錢萬能 我認為 只要事業非黃騰打 婚姻好不好無所謂 可是我現在的想法變了 你要給我的錢不是我的 安琪也不是我的 只有我自己才是我的 如果我連自己都不能夠掌握好的話 那我有什麼 不也等於什麼都沒有嗎 有聽的嗎 看看我這三個兒子 你能出價多少啊 你出多少我也不賣啦 是有某些人需要這些錢 我希望你能夠做點好事 老天爺會感激你的 一千萬的 你們會後悔啊 你們會後悔啊 你們怎麼一直都會後悔啊 幫幫你 哎呀你搶那麼快幹什麼 應該還的人知道嗎 說不定他已經忘記了 好了好了回頭問 不是啦那個一千萬的資料 我從來沒有看過多看兩眼都不可以 哎呀妹啊 待會兒我照樣的給你畫一張 都可以了吧 小偉 做哥哥的很高興 你能夠這麼正式地來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也很高興 早就應該這樣做了 現在做對安琪的傷害太大了 我心裡還是很不好過 哎呀 二哥 我向你道歉 我那天也是 哎呀 少來少來了 別肉麻了好不好 你明明是覺得那天打我打對了 好不好 還有二哥 我向你道歉 還是你了解我 那我就用不著繼續肉麻下去了 謝謝 牛哥 哎哎哎 你要幹嘛 你想親我啊 你你這樣רכ著 Deixa我練習起 小的時候我都玩這樣子的 一高興就不跟人家玩PPプ Pitt 還有人要跟我玩 阿公 阿爸 我回去了 阿爸 你這個才來兩天 你怎麼就走了呢 就沒有人要結婚 我在這裡幹什麼 回去了 那我給你叫一下 現在走的話 還可以趕上七點半的那個作強 阿爸 阿爸 你再多住兩天 讓家衛他們帶你出去玩玩 對對對 反正他公司快倒了 閒得很 阿公 對不起 這一次都是因為我才惹你不高興 算了 沒有關係 凡是你要娶一個不會生小雞的母雞 阿公也不會高興 這裡現場 有會生小雞的母雞 結果沒有人要娶 你阿公 不是沒有人要娶 是我不嫁啊 我還想慢慢跳啊 說不定可以跳到更好的 我現在嫁出去 那不是很吃虧 美好 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 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 連你也變了 全世界都變了 這個社會通通變了 我知道活到這麼大年紀 還有這麼煩惱的事情這麼多 乾脆我早就給你媽一起死要算 好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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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不容易到台北來 高高升級的來嘛 怎麼可以帶著這樣一張臉回去呢 對啊 在這邊多住幾天 我們好兄弟幾個人 多陪你老人家玩玩 好嗎 不好玩啦 回去啦 不要啦 不要啦 不上車啦 阿公 大偉這次回來的目的已經很明顯了 我該怎麼做呢 他難道不知道 我和他已經不可能在共同生活了嗎 他帶著小小來 就是希望我拒絕不了他 天啊 如果我明白地把心意告訴他 他 他會瘋狂 他一定不會冷靜地跟我談的 他最近的情況到底怎麼樣 穩定嗎 嗯 我也許該打個電話給大特李 了解一下大偉的情形 請問您是 對不起 畢姓周 周大偉 我們來看一名凱玲小姐 不曉她是不是住在這兒 啊 是是 彩玲是住在這兒 哎 阿妹啊 阿妹啊 是來找凱玲的 來 你就是那個從美國回來那個 對 我是剛從美國回來的 小嬌 快叫你爺爺牛奶奶 牛奶奶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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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就是鬼爺爬鬼爺的意思 嗯 蝦陽兒的 哈 去采菱的前夫啦 哪個就是她小孩啊 嗯 牛奶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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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我怎麼那麼可愛 叫什麼名字 我叫小小 唉唷小小 你有聽到嗎 有人叫我們野爺奶奶 哎唷 都有眉龍 谷嫩奶奶奶 牛奶奶好 我看看你呀 太可爱了 来 坐坐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在门口等 在这里边行 行 行 太漂亮了 好了吧 大男人跟女生比什么晚地 不一定会赢 你看佳修那两小块里肌肉 你才五花肉呢 我 我又有一种 我还没给你挑战 你去开城门迎接我 你在说什么 他要找你比晚厉 没时间啊 有大事就有大事 我跟你讲吧 跟大牌挑战哪有不预排档期的道理 小伟不要扯嘛 什么大事你快说 那个 是不是安琪她老爸 找了老爸 我打手 這算盪啊 對不起 失陪一下 你回來啦 不關你的事啊 是彩琳姐 是彩琳怎麼了 彩琳姐還沒回來啦 我說嗎 她明明跟我講今天晚上加班的 是彩琳姐的前夫 跟彩琳在笑笑啊 現在來了 住在客廳 去看一下 看她找你格氣 你們兩個 幹什麼 我昨天怎麼跟你們說的嘛 是說什麼 不是告訴你們彩琳特別交代過嗎 不要跟她先生多做接觸 頂多讓她知道房東有個兒子就成了 免得刺激到她 跟這家伙 前夫 對 前夫 不管前夫還是丈夫 反正她這次呢 帶著小小 到這邊來 而且她是跟彩琳是曾經有過關係最密切的人 對 現在她的動機 她的意圖都不明顯嘛 萬一我們三個人跟她碰面了 然後發生了什麼誤會 讓她感覺 我是說 我懂我懂我懂 像我就會經常的 引發人家的誤會 你知道嗎 我想啊 我現在進去 我一定會刺激到她 大哥 你的顧慮是對的 那你們兩個進去好 我最好閃遠一點 行行行行 你得了吧 你還完帥 你要碰到幾個陳甘旗 你才相信這個世界上會不太平 就是因為有你這種人 哎唷 煩不煩 你們三個到底要進去啊 我還真的想進去看看她長什麼樣子 可是進去也要想個辦法嘛 那還不簡單 只管進去嘛 我們只要不讓她知道我們是誰就可以了 嗯 你是隱形人啊 我這趟回來呢 一方面是想讓她們母的倆見個面 另一方面是有個工作機會在台灣 我想回來看一看 就這樣 爹地 你說媽咪在這 可是 我不能看見她 啊 她不能看見什麼 小小眼睛怎麼樣啊 哦 對不起對不起 她說的是楊忠偉啊 兩位前面別見笑 我想她可能是 沒見到彩玲心裡著急 哦 哦 來 小小 告訴你啊 媽咪啊 去上班還沒有回來 哦 哦 她聽得懂 以前彩玲在家裡的時候 就跟她講中文 她就是不太會講 哦 小小 你要不要吃什麼水果 牛奶奶去拿給你吃 Apple 她叫我阿婆 阿婆 蘋果 這個洋文的蘋果就叫阿婆 啊 哦 哦 阿婆蘋果 阿婆給你吃 哈哈 嗯 可能彩玲回來啦 不是 不是 你怎麼知道 我猜的 不是你看 不是彩玲姐嗎 請問 哪裡的水管擺 廚房 廚房怎麼看得見 你家就好 啊 那我先 先去餐廳的電燈 你好 這位太太 對不起借過一下 好 什麼 他告訴我 凱玲還沒回來 你看看 沒有關係 反正我來的也很冒昧 事先沒跟她通知 說不定她還不知道我來的 這可一定是凱玲回來了 不是 小姐妳好 收包 妳有三百塊 哦 我 我沒有零錢 我一千塊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 真的 只給她 我是來收包萬一 我想 多抓緊一份報紙 太太 如果你有玩股票的話 我建議你一定要去訂一份 經濟日報 你要去訂一份 金雞日報 好,來,小小吃蘋果 謝謝 還有三顆啊 又就是謝謝的意思啦 連這麼一句簡單的話你都聽不懂 還吹牛說我做梅都做到美國去了 我哪裡有吹牛啊 你英文說得好啊 那你天天在家跟我說英文好了 其實啊,我也一直希望小小能回台灣來多學點中文 畢竟是我的母語 母語要說不好,將來會造成很大的遺憾 你這麼說呢,我很同意 中文呢,本來就是一個很深刻 我很優美的語言文字 如果我們放棄自己文化遺產 那的確是太可惜了 這一定是茶言回來了 不是啦 不是啊 三切一啊 有人找你擋起來啊 這位大嫂,你好 畢人幸福 我是代表寶許公司 來為各位做服務說明的 哦,對不起,不知道湖上還有客人 沒關係,我可以等一下 不答了,不答了,哈哈 沒關係,沒關係 奇怪,這個根包好像是壞的 又好像是好的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對不起,打擾你們那麼久 我看呢,我還是先把事情說一下好 我明天呢,到南部去看一個大型的建廠計畫 可能會離開台北三天左右 所以趁著進去 我會有機會把小小交給彩玲 那還有時間多陪陪她 拒絕 就是不曉得彩玲,她願不願意 當然願意 啊,不是願意有零錢嗎 當然,你都不早說 有零錢 這要把小小留在我們家 哎呦,我們當然願意啦 我們家裡已經很久沒有小孩子了 把她留在這裡,我們當然很歡迎的 我想彩玲一定也是高興的不得了的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那我就把小小留在這裡 麻煩你們兩位 哪裏哪裏 你不要見外嘛 我們拿彩玲當自己的女兒啊 那麼她的孩子就好像我們的孫子一樣嘛 那真是謝謝 那時候也不早了,我也不便不打擾 彩玲呢,可能也沒那麼快回來 我就不等她了 你放心啦,她回來我們一定會跟她收你來過 謝謝,謝謝 小小,你都來這裡跟媽咪住兩天好不好 當然 好,我要跟媽咪住在一起 好 但是你要乖哦,要聽話 不可以炒牛顏牛奶奶,知不知道 嗯 那叫我個忘記告辭 各位,再見 再見 慢走 慢走 再見 慢走 媽媽 欸那個,那個修長的喔 趕快把那個蒸修好啦 還有美好啊 這麼一個幾百塊錢 找了半天找不開咧 牛大 這個神經病推銷研,你去應付一下 來,小小,帶你去看媽媽房間啊 等一下,Apple 哦,對對對,要等Apple 阿婆就叫牛奶 怎麼會這樣呢 來,帶你看媽媽房間啊 好,這樣一個房間 你不懂啦 你媽怎麼這麼大 你媽是怕你媽 當著孩子在那兒 揭穿了謊話 我都會教壞了孩子的 嗯 啊,現在我們家裡有小孩啊 大家凡事都要有點分寸 嗯 看 他應該沒有看出來我們是誰吧 開玩笑 他哪能聪明啊 这个人很普通啊 老老乎乎啊 表面看起来 勉强还可以了 有些男人还是很会装多 装不像 三分样 不管怎么说 眼镜还我了 好歹嘛 人家总是留美的 得了吧 留美的 随便扫扫也有一本机 是啊 当初你不放弃奖学金的话 你现在也是留美的 好了好了 我们就干脆一点 干脆就承认这个彩琳的前夫 比我们想象中是要好一点 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说啊 彩琳当初离开我 选择她 也是有点道理 是为什么有了孩子又要离婚呢 剪刀 石头 布 我赢了 哪一支 一支 一支 答对了 这一支也对了 好棒 我也来玩一个 跟奶奶玩玩好不好 来 来 嗨 他们啦 来看看是哪一支 一支 一支 肉肉是这支 奶奶 我哪里有奶真的是这支啊 他们最爱演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对 阿姨 阿姨 你怎么在那里啊 你怎么在那里 你带我去 让妈咪这里来 好 大伟啊 马上带着孩子到这儿来聊了一会儿 说什么要到南部去看一个工厂 要离开台北三两天 暂时把孩子放在这儿跟你借一借 什么暂时啊 就叫他回美国去算了 一个大男人带个小孩子算什么呢 小孩就是应该要交给妈妈 把孩子留在彩琳身边 我也可以帮忙照顾啊 而且喔 彩琳啊 真的啦 晃眼全世界 再也找不到像我琳阿妹 这么会带小孩的妈妈啦 你看我三个儿子你就知道啊 我是没有生女儿啊 我要是生女儿啊 中国小姐前参名 我全包啦 所以你就叫那个什么伟大 那个 哎呦 是大伟 不管那什么大什么伟啦 反正你就叫他回美国去算啦 小小就留在这里 阿妹啊 这个人彩琳自主的事情 你说那么多可妈妈 我哪里有说错 彩琳那事就是我们的事啊 哎呀 有吧 有吗 真是抱歉 本来这件事我应该先告诉你们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大伟就这样带着小小就找来了 没关系嘛 我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小小她不懂事 哪里不懂事啊 小小可爱的不得了啊 来来来 小小来 哎呦 你看看 哎呦 长得这么可爱啊 真的是谁见到谁都喜欢啊 对不对 嗯 哎呦 花枯水了 正常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 明天 那我尽 eighteen 那还是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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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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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